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想谈这件事呢 因为前段时间有个男生情绪很复杂地 好像有点生气 又好像有点生气地来跟我分享 他说他喜欢做一个女生 足之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就要跟他表白 但谁不知对方竟然跟他说 喂 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喜欢啊 不知道什么叫做喜欢啊 那男生就轻轻地说 喂 什么喜欢一个人是需要理由的吗 我都不知道喜欢他什么 但是我只知道他什么我都喜欢 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这个摆明就是情斗初开才能说出这么坚定的说话 那之后那个女生就跟那男生说 他说 你都要给我一些时间 我才可以确定自己是否喜欢你 那男生就来问我 他说Q啊 我其实是不是就已经被人拒绝了呢 他是不是很软转地叫我吃柠檬呢 出了局呢 我看着他 其实我听他在说的时候 我就回想起我以前 我很多很多年前 有个男生喜欢我 但是那时候呢 我们其实认识不够 我想两个星期左右 那他就说他喜欢我了 那你猜怎么 我当然跟那女生说差不多 几乎一模一样的说话 但是好像我这么会说话的人 皮里啪啦说了一堆 我就说 你认识我多久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喜欢 你喜欢我什么 我又不认识你 你怎样喜欢我 我还跟他说 那你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什么性格 你知道我什么脾气吗 你真的会真心喜欢全部吗 然后我更差 我说完一句 如果你只是觉得我漂亮 那就不是喜欢 那些叫生理冲动 你明白吗 生理冲动是说的比较 含蓄一点的 我觉得神仓做男人和女人 基本上就是有差异的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男人就是天生想要战斗的 他们的心里面是很渴望 很渴望我要打一场 打赢一场仗 然后要冒险 然后想成为那个英雄 可以救美 但女人不同的嘛 女人是喜欢被人追求 他们是需要被人完全捧在掌心宝贝 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完全被人接纳 这样才会有安全感的 所以当女生一旦有了这个安全感的形成之后 她就很愿意跟你一起冒险 所以前者和后者是完全不同的 男人是快 女人是慢 但是男人是冲动 而女人是心思很细致 然后想过之后 心思想念 然后她才会决定 她就可以全面了 所以我就跟那个男人说 我说 就是这样 如果你真的 像你所说的 那么喜欢她 她什么你都喜欢 那我就觉得 你应该要拉长一点时间 把这一句说话 变成现实 变成事实 让她感觉到 了解到你是真的那么喜欢她 第二件事就是 说真的 其实你现在 那么冲动 而男人的天性来说 那么冲动 你未必真的喜欢她 可以接纳她所有的事情 可能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觉得 她的脾气 其实你受不了 她的小姐脾气 或者她的性格 她想的事情 或者她希望 渴求你 去帮忙做的事情 你其实是受不了 未必你真的可以 什么都喜欢 所以我觉得 拉长一点时间 来相处 就是答应 那女生说 好啊 那你给多些时间 给此了解 我觉得 未尝都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就是这样说 如果 如无意外 人生 都挺长的 如果 如果 真的有机会 我等到你 可以白头到老 结婚 那 多三 这三个月 半年 认识大家 我想 都不是 都挺好的 都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 我最后 当然 我都有鼓励一下她 你不要这么快就放弃了 因为 嫌不货 只是买货人 有机的 有机的 其实 好了 好了 很开心的 渣渣跳就走了 但是 我就想回另外一些事情 我记得 有人问过我 其实什么是 喜欢呢 你怎么知道自己 是不是喜欢呢 究竟是这个 心灵上的倚靠 还是这个 所谓的 肉体的冲动 其实没有的 你想想 当你喜欢 一辆车 一个手袋 或者甚至乎 一个偶像 这些时候 是什么feel 什么感觉 可能有什么反应 会不会是 譬如说 嘲笑 想到会笑 然后 会幻想自己 这些东西在自己身上 或者隔壁的样子 差不多大概就是这样 我想这些就是 喜欢 这些就是 喜欢 对不对 但是我发觉一件事 我观察了这么久 我发觉原来 喜欢的东西 无论你说是 心灵上面 或者是身体 肉体上面 其实都跟我们的条件有关 就是 我们希望达到的条件 我们希望符合我们 想要拥有的条件有关 也就是说 如果超出这个条件的标准 你可以直接跟他说 拜拜 所以我觉得 喜欢是一个属于 比较自我 比较在乎自己的一种行为 一种意识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人家说 所谓的戀爱荷尔蒙 只有18个月 只有18个月 18个月之内 对方放屁 你可能会觉得是香的 但是 过了这个云船浪的期 然后 你才会知道 那份真爱 是否真的有 由这个喜欢 这个喜欢 里面生出来 资长了出来 那个之后 才是见真章的开始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 为什么我觉得 由喜欢 转变到真爱 爱是一个 我可以完全接纳包容你 然后我可以为了 因为爱你 我是可以有少少牺牲的 我是可以少少改变 调整的 我们可以互相配合的 那这个时候才会是爱的 我觉得是真实的开始 如果不是 喜欢这家 其实是很 不是会 太勉强自己的 就是你看到一个手袋 你觉得 漂亮就漂亮 不漂亮你就走的了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不需要 不需要互相配合的 就是那个手袋 你 你可能会想一下 这个手袋 如果我带回家 我可以衬什么衣服呢 就是这样的 所以 都是很自我的 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 喜欢和爱 其实都是有很大的距离 而分别就是 它是只在乎我自己 还是我会想到对方 想到我们 不只是出于我 那么单止一样 所以呢 不过 始终 我都是鼓励大家的 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代 勇敢地去表白 不要怕被人拒绝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很害怕被拒绝 是因为有时候 其实 没有的 人家拒绝的时候 不代表你不好 只不过可能是 在喜欢这个阶段 未那么认识的时候 他觉得我们 可能彼此不是那么适合 你不是一眼就被他觉得 他符合他的条件 而已 但是 所以不代表你不好 没有 不符合对方的条件 不代表你不好 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 其实是 要有这个 心理质素 你就可以很勇敢地表白了 而女生来说 有时候真的 她真心不是不喜欢你的 只不过是 她真的需要多些时间去相处 去形式 然后才可以 确定 她真的 她真的喜欢我 她真的追求我 她真的对我很好 然后才进入下一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 等多些时间 勇敢地表白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始终勉强没有幸福 所以 就算没了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走到下一个阶段 没办法在一起 都没所谓 又何必勉强呢 所以最后 祝大家 表白成功 由浅润中选专属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全部的内容 就是这么多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 就欢迎你给我们 五粒星的好评 如果有任何意见 想留言给我们 或者你想投稿 你的心灵故事 就email给我 address 在这个资讯栏里面 也欢迎大家 去到YouTube Facebook 或Instagram follow 我们跨个步跨越的这个channel 今天很开心和你们聊天 我是Q 下次见 下星期见 拜拜